嗨大家好,我是苏苏,今天我们来看奇幻电影《稀有出口圣诞传说》 在圣诞节到来之前,位于芬兰的美国科考队在地底深处挖出了保护冰块的木屑层 作为看探投资者的莱莉听闻并不感到惊奇,她只是命令工人们继续挖掘 而随着木屑层被挖穿,莱莉终于等到了她期待已久的冰层 可就在她兴奋地与工人们分享时,却被住在附近的两个孩子偷偷看到 其中年纪较小的小皮生性,工人们即将挖穿的耳朵山就是分营圣诞老人的坟墓 原来,小皮一直在偷偷研究有关圣诞老人的各种传说 她发现古书上记载的圣诞老人长相丑陋,而且以小孩为食 除此之外,圣诞老人还会光着脚在雪地上行走,他们简直就像是恶魔的化身 而眼看到了收获驯鹿的季节,小皮一身为屠夫的父亲劳诺为了防狼 专门在附近布置了陷阱 忙完手头的工作后,她便呼喊躲在屋内的小皮下楼 被砸到玻璃上的雪球惊醒后,小皮立刻望向了窗外 可让她惊异的是,她窗外的顶盆上竟然出现了诡异的赤脚脚印 受到惊吓的小皮本想将圣诞老人的传说和父亲分享 但由于今天是驯鹿围捕日,劳诺并没有听儿子的解释 而是让小皮换好衣服,并与他一起驾驶雪地摩托前往了围猎地点 可就在众人准备收获时,却没有等来期待已久的驯鹿群 在前往不远处查看后,他们发现驯鹿竟然被通通咬死 一想到这些奇怪的现象都是在科考队到来以后才发生 再加上大家都蒙受了巨额的损失 气急败坏的劳诺便准备找科考队问责 他不顾大家的阻拦,开枪打掉了铁栅栏上的大锁 可进入工地后,众人却发现这里早就空无一人 只有一个非常大的巨洞 虽然劳诺将赵明棒丢进了洞中 但由于天色已晚,他们无法看清洞内究竟有什么东西 众人也只能先回了家 而小皮则坚信科考队一定挖出了圣诞老人 原来,按照书中的记载 人们为了惩治滥杀无辜的圣诞老人 便将其诱骗到了结冰的湖面上 而随着冰层的破裂,圣诞老人也沉了下去 在湖面重新结冰后 人们又挖出了这块包裹了圣诞老人的巨型冰块 并将它埋进了耳朵山 但无所认为这只是传说 并不相信小皮的话 于是全副武装的小皮只能找机会提醒父亲警戒 可面对一向严肃的父亲 小皮还是没有说出真相 与此同时,负责运送巨型冰块的工头 发现里面的怪物还有心跳 于是他随即向莱莉反映了情况 但没想到工程队却遭遇了赤脚男人的袭击 所有人都没能逃过一劫 而随着圣诞节的到来 正准备往壁炉里添柴的劳诺突然听到了一声巨响 受惊的他立刻前去查看 结果发现炉灰中竟然有一个巨大的捕兽家 劳诺本以为是儿子所为 却没想到外出撒尿的小皮竟然开始大声地呼喊他 原来,劳诺同一天设置的诱饵已经消失不见 于是他护着小皮慢慢靠了过去 并小心地掀开了大坑上的树叶 可让劳诺惊讶的是 陷阱里并没有他期盼已久的死狼 而是出现了一只苍白的人手 劳诺见状立刻将小皮拉回家中 并试图用谎言掩盖陷阱中的真相 但这时,负责在村子里扮演圣诞老人的李奇突然来访 劳诺见状便与李奇一起将老人运入了屠宰间 翻找了老人随身的背包后 他们发现了一个皮夹 但皮夹里的身份证明属于公投 由于两人都留有胡须 因此劳诺和李奇都将老人当成了公投 而眼看老人死于自己非法搭建的陷阱 劳诺便决定直接毁尸灭迹 可独自在家的小皮却没有听从父亲的劝告 他趁着父亲不备,偷偷靠近了陷阱 而在陷阱的深坑内 他发现了一个袋子 并在袋子里拿出了一个诡异的孩子人偶 接着他又前往了父亲的屠宰间 偷偷看到了里面的老人 此时老人突然有了动静 但劳诺发现了正在偷看的儿子 心虚的他立刻追了上去 而眼看小皮坐上了刚巧路过的警车 劳诺便更加害怕自己的罪行暴露 行驶的警车很快在劳诺的好友家停稳 劳诺下车后才得知 好友家装土豆的袋子一夜之间竟然不翼而飞 更加诡异的是 警察告诉两人 村子里的所有暖气片也在昨晚被盗 而得知儿子并没有出卖自己后 劳诺便准备带着小皮离开 可小皮却跑到二楼寻找乌索 并惊讶地发现 乌索的床上也躺着一个诡异人偶 他本想将此事告诉大人们 但大人们却不以为意 而由于公投的身份证上显示是美国国籍 只会说分兰语的劳诺便请求好友与他一起回家 充当老人醒来后的翻译 可当他们到达劳诺家时 却发现李奇的耳朵已被老人咬伤 被袭击的李奇认为 这个醒来的老人不是人类 可劳诺却认为他夸大其词 并与拿着枪的好友一起走进了屠宰间 此时 被赶回屋子的小皮 按照自己的记忆 挨个儿给村上的同学打了电话 结果发现除了自己 所有孩子都突然下落不明 他慢慢意识到 屠宰间里的男子就是圣诞老人 于是他来到屠宰间门口 想要向大人们说明情况 虽然忙于处理老人的劳诺没空理他 但随着小皮的声音响起 原本缩在墙角的老人 竟然睁开了双眼 劳诺见状立刻询问儿子知晓的真相 小皮则误咽着说出了 他在书上看到的传说 起初 劳诺依然不愿相信儿子的说辞 直到宫头的背包内 响起了对讲机的声音 他们才从莱莉口中得知 圣诞老人真的存在 面对莱莉的询问 劳诺随即新生遗迹 并准备带着圣诞老人与莱莉交易 可到达交易地点后 莱莉却告诉劳诺 笼子里关着的并不是圣诞老人 而是圣诞老人手下的小精灵 此时 为数众多的小精灵突然出现 他们很快便将附近的飞行员消灭 而眼看了解真相的莱莉也被杀死 众人赶忙躲进了一旁的仓库 可让他们震惊的是 仓库里的冰块中 竟然冰冻着拥有巨大鸡脚的圣诞老人 村子里消失的暖气片和孩子们也都在这里 而外面的小精灵 显然是想帮助圣诞老人解冻 并让醒来的圣诞老人 第一时间可以吃上美味佳肴 猜出这些怪物们的意图后 三个大人便将周围的取暖设备通通踢开 屋索也被父亲找了出来 可看着眼前慌乱的大人们 以及即将解冻的圣诞老人 小皮情急之下明枪示警 而在他的大声和指下 所有人都暂时冷静了下来 按照自己从书中获得的知识 小皮说出了他的计划 在他的指挥下 众人开始分头行动 李奇偷偷登上了不远处的直升机 并带领所有孩子们引开小精灵 劳诺则和好友利用开山留下来的炸药 准备彻底将圣诞老人消灭 而孩子们刚一离开 小精灵们便纷纷追了上去 小皮为了将这些精灵一网打尽 便让李奇驾驶直升机 前往了原本准备关路的围栏 可到达围栏后 小皮却发现围栏的大门没有打开 于是他随机冒险跳了下去 并打开了围栏的大门 而由于没有办法绕开电线下降接应 李奇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年幼的小皮孤身复显 此时劳诺与好友已经布设完了炸药 可在离开之前 他们竟然将圣诞老人头上的两个大脚锯了下来 接着两人便带着这个纪念品驾车远去 圣诞老人也在他们的引爆下灰飞烟灭 而随着圣诞老人的消亡 原本冲进围栏的小精灵们也瞬间失去了方向 他们呆呆地站在围栏里迷茫地望着四周 眼看危机就这样解除 聪明的小皮又想出了一个帮大家挽回损失的办法 他们对这群虚白银发的小精灵们 进行了圣诞老人的行为培训 凡是格格的圣诞老人都将作为芬兰的稀有特产 包价出售给其他需要的国家 而凭借这一项出口业务 小皮和父亲再也不用忍受贫穷与困苦 他们也终于可以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好了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别忘了点赞评论 我们明天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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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